大家好 又一天的自然治愈周機 讓大家聽聽 我是喜歡用這個方法去開始一波多個直接播出來的 純粹個人選擇 好小Monkey又回來了 我上個星期開了一閘自然治愈之後 令我領會到一個非常大的想法 就是1.25cc 尤其是我開了小Monkey實在太舒服了 我開了600大概三至四天 我昨天也有開600RR 其實我昨天也想著用600RR來做自然治愈周機 但是我發覺我用600RR來做自然治愈周機 可能我一來未熟悉回家 二來近來不夠睡覺 我說話是非常之一格一格遠無倫次 我昨天回去剪片 我就發覺我昨天的自然治愈周機是完全不能播出的 所以我今天再拍一次 但是已經換回雪Monkey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故事聊聊天 有些人可能會說 你平時說話都不是很清晰唱信 我明白我也知道 近來尤其是好像很睏 我不知道做什麼事 是睡了 我已經比平時早睡了很多 其實但是那人起了身之後 感覺都好像有一點點 叫什麼 嘩嘩彎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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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 我相信這條褲 是假設你炒了車之後 它的質地有一層Layer 是可以令你在地上滑 減低你的腳和地上摩擦的損傷 但是因為通常這些褲 因為有這麼多功能 它就會比較厚身 以及比較熱 我都穿過一次之後 它出曬汗 就選擇了不穿 這條褲子就放了家幾個月 當時它穿的時候是夏天 近來天氣比較冷 就被我找到這條褲子出來 這條褲子就被我穿住了 最近就有新褲子穿了 但是因為我媽媽當時洗這條褲子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護臉都拔出來 拔出來之後 都不知道放在哪裡 所以我現在這條褲子 在沒有護臉的情況下 都有點防 假設炒車我都可以滑 還有這個線的功能 所以就習慣了一條褲子 我猜這條褲子也有輕微需要鎖入的感覺 鎖入的意思是 你穿了進去 穿一段時間才會穿鬆 穿回身體的身體 其實這件事我也想說 如果大家駕駛電單車 尤其是駕駛一些比較跑車的 你下身會比較屈臟腳 曲腳 或者駕駛腳 腳要抹得很開 我相信這條褲子也比較重要 為甚麼呢 因為我自從駕駛電單車之後 我對褲子的要求都有點不同 我不是要求它漂亮 但我要求它舒服 因為我駕駛600R的當時 我想坐上去 我是要把兩隻腳抹開一點 如果我以前穿的 Slim Fit牛仔褲 非常貼身 紮身 很帥氣的路線 它很容易會發揮 尤其是如果褲子沒有彈性 我就會很容易發揮 所以選褲子我都選了一段時間 家裡我選好了一兩條 我就長期穿過一兩條 如果我駕駛電單車的話 幸好近來有新的電單車褲出現 純粹跟大家說一下衣著上面 說起衣著 近來這些天氣真的非常反常 今天我知道 我據知 它說今天開始應該會回暖 我今天駕駛電單車 只是穿了Hoodie 我沒有穿我平時在外面那件衣服 但剛剛駕駛了大約幾分鐘 我已經發覺有點不對勁 因為都是輕微有點涼 還要今晚如果我駕駛東涌 或者想高速公路的話 應該就GG 因為我都提醒自己 不要相信你身邊的人給你的提議 除非他也是駕駛電單車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 不是很冷 要不要穿那麼多衣服 我有時看一看 我的溫度又好像的確不是很冷 可能我真的不需要穿那麼多衣服 但通常駕駛車 真的另外一個說法 是風吹過來冷 我現在現在 唉 是的 我們今天有甚麼話題 要說一下125cc和600cc的對比 尤其是小Munky和600RR的對比 我駕駛600RR是令到我對轉彎 有一點點的 我是不懂得說的 我剛剛駕駛600RR駛完 我駕駛上小Munky的時候 我是覺得小Munky 我是會坐得很前的 不知為何 是否可能因為我駕駛600RR 我習慣那個人好像拿在一輛車上 小Munky相對地 整個位置較短 感覺是有點奇怪的 但你問我 我真是代步一流 我希望透過我剛剛駕駛了三四天的600RR 可以拿回我當年長駕600RR代步的感覺 我發覺是不行的 因為我已經明白過125cc的威力了 其實我背部真的痛 我背部真的痛 肌肉痛 肩膀痛 還有油門控制也是 因為我年份的600RR都不是電子油門 我知道最新的2021年600RR是用電子油門的好似 所以應該是舒服一點的 我不記得電子油門的另一個叫甚麼 最傳統的那一款 總之是累了 油門控制要好 都是訓練我過往駕駛的東西 但當我經常駕駛了125cc的小Monkey之後 我就覺得算了 不如都是駕駛小Monkey 還有我喜歡剪片加一些背景 因為我最近的風格上 大家當我找藉口 但我覺得小Monkey真的舒服太多了 所以600RR應該最多一個星期一次出現 或者可能兩個星期一次 最少都會一個月一次的 我相信 香港人駕駛真的快 其實我想盡量走慢一點 但是後面的車開始推 有觀眾都問 香港人壓力大 但我覺得這條不是問題 不需要我說 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 香港人壓力真的大 好像我之前所說 在馬路上的駕駛風格 絕對全都看出來 整位香港人 不好意思 我做了一塊線暖 但是 為了一個米雀上 而且這條算不算是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可能是 香港人壓力真的大 我看過研究說 如果你用全世界各地的地方來說 香港人的IQ是絕對不是低的 香港人其實是聰明的 我看過很多報道雜誌 甚至是前美國總統Donald Trump 他曾經形容過香港人是很聰明的 我覺得如果有這個特質 不同地方都會指向香港人很聰明 我覺得整體來說 通常一個人IQ高 EQ是低的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IQ和EQ是很少成績 很少兩個都高 當你自己很聰明 你就會看不過眼 一些人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這個感覺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聰明的範疇 例如我弟弟很喜歡做芝士蛋糕 他有做一些類似網店的事情 他賣芝士蛋糕 他看到人們做蛋糕做到一坨 其實他會看不過眼 我不懂得做蛋糕 我不懂得做蛋糕 我都說不太好 但他懂得做的 我就覺得怎麼搞的 尤其是如果香港人很多東西都比較聰明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 或者可能思想上比較前衛 IQ比較高 所以你們EQ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很多人很喜歡推車 然後停在旁邊才看 可以走快一點 我相信在慢路上都能呈現出來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開車 不是差勁 你就會看著旁邊的一個 為何在這條路走那麼慢 那些感覺 我發覺香港人的壓力真的大 沒有辦法減壓 我都不懂得說 香港人的壓力好像不像外國那些 香港的壓力是節奏快 還有可能是淋淋淋淋加加賣賣 買樓又難 這些觀念 生活艱難痛苦 令到香港人好像很灰 是這樣的 尤其是前陣子有一部電影叫 麥露人在郭富城做的 它是在寫實香港最痛苦的一面 我會覺得 我會欣賞人們拍攝這件事出來的 但是同時我覺得 可能社會上需要的 是多些正能量的戲 即是 外國的片段通常是Happy Ending 香港就喜歡走一條寫實路線 現實一點 我們用回生活上最容易待入的感覺 流露出來 這個在藝術上是一個風格 但是如果我們長期累月對著這些東西 我覺得天望下去都會灰一點 我意思是 如果我們經常看這些東西 我們外出都會覺得天灰一點 今天天氣又不是好天呢 是的 我也覺得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曾幾何時 而在我以前還做前線銷售 我有幸見過一位前輩 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姐姐 剛巧我有機會和她吃飯 但我們聊天 她就跟我說 她有本書看了 令到她很大啟發 因為她也覺得生活得很痛苦很艱難 很困難 那本書叫做 The Road Less Travel 是的 是一個美國的心理學家 見過無數個個案 之後寫了一本書出來 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不開心 都是因為我們期望那件事是這樣 誰知那件事出來不是這樣 我們就有個期望上面的落差 所以就不開心 是的 The Road Less Travel 它就是把人生、感情、工作、家人 所有事情的範疇 都說一個 其實這樣想是最好的想法出來 那你就會變相對事情沒有特別大的期望 可能用對的期望去看 可能你會舒服一點 所以它就叫做The Road Less Travel 因為沒什麼人會花那麼多心思 在人生的每一個範疇都 尋找一個最正確的思考角度 令自己開心一點 某程度上 每一個人都有精神病 是的 這件事我都很相信 精神病的意思就是 我期望這件事是這樣 誰知那件事不是這樣 我就很不開心 我繼續期望這件事是這樣 誰知這件事不是這樣 我就很不開心 類似這個感覺 這個輪迴 是的 每一個人在不同範疇都會有精神病 可能你工作上處理得很好 因為你知道要期望什麼 要付出什麼 但反過來感情上 如果你是同一個私下角度 可能你就會發覺你不停撞板 很不開心 變相就算了 都是寄成工作算數 不知不覺你就會變成一個工作狂 是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書 你可以看看這本書 其實是The Road Less Traveled 中文是什麼 我忘記了 但有中文版的 我知道 我曾經遇到一個朋友 和我過去都看過這本書 是中文版的 是的 所以是挺有趣的 我覺得 香港人可能是 要明白 其實生活是非常艱難的 但是 我知道一說這個點 就會涉及很多東西 人們就說 我們生活的艱難 是因為政策不好 做就出來 你看看 外國的醫療福利 什麼什麼什麼 加拿大 那些 香港的 地少人多 地又貴 地產霸權 這些東西 我明白 背後總有原因 整件事發生 但是 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改變的話 有時 聽起來好事很消極 但是 有時 逆來順受 隨遇而安 都不是一件壞事 如果那件事 會令你這麼不開心的話 有時可能學會放開 都是一件好事 對你個人 當然 間不中的挑戰 遇到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 代表我們會成長 但是 當那件事 你發覺它不停在你人生的變出 而令到你很不舒服的時候 可能是時候要放開它 是啊 哈哈 那些和尚都說 你拿著杯水 我不停泡熱水下去 熱水滾 熱水的時候 你應該很自然就會放手 因為你覺得熱 真的痛到一個點的時候 你就應該自然會放手 其實 啊 傻瓜 我幹嘛突然踩 踩 踩 對 近來我判斷的時候有點奇怪 所以我覺得 不要只差600r 都是好一點的 是啊 講完人生的時候 不是講完的 純粹一下人生 感情都是 其實我之前和很多朋友聊天 尤其是我以前 有些女性朋友 她們對感情的期望 真的有點奇怪 就是 她覺得 男士應該是這樣 這樣 有些已經極端了 覺得男士沒有一個好的 其實 但是我相信 人是會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的 當你覺得男人是不好的時候 或者你覺得 拍拖是不好的時候 你看每一件事 你看任何愛情故事 你看任何其他身邊的朋友 的婚姻都好 你就會專注去找 支持你的論據的點 出來 其實 很少人真的會反思我這樣想 對不對的 因為信念是主張我們很多動作行為 思想 對 所以 一句 我平時會做的 就是 偶爾挑戰自己的固有想法 可能會令自己 有些 換言一生的看法 對很多事情 雖然就好像很抽離 整件事 真的 這件事很弄統 沒有實際例子去支援的話 是不知道我說什麼的 但是 哈哈 聽得明白 聽不明白 我將來有機會 都會談談這些事情 我覺得 是 開始 是時候談談其他問題 噢 沒有位置 怎麼會有個Mini Cooper拍在這裡 好吧 我拍最前 對了 今個星期六 我應該會去捐血的 其實 我想過了 想過了 與其我約大家出來去捐血 有風險違反限聚令的情況下 現在做這個動作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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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大家說 我今個星期六的2點至3點鐘 會去旺角的捐血站 做我人生的第一次捐血 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的 可以一起去 做善事也好 是的 我曾幾何時在中學 都好像學校有得捐血 我報了名 怎知道那天好像下黑雨 還是紅雨 所以cancel了 所以我人生是未捐血的 那 是的 第一次捐血 我猜我會拍影片 我不知道被心急的感覺是怎樣 我都聞過身 所以我應該不怕這些事情 其實 是的 我公佈出來跟大家說 因為我希望跟大家說 我會逼自己去 免得我可能星期六就好像很忙 其他事情做 其他事情做 所以就沒有一回事 所以 我用大家的承諾 去逼自己做這個動作 其實 如果大家都去捐血的話 可以一起去捐血 或者如果你沒有空 星期六可以另一天去捐血 之後 你IG story 我看到大家捐血 如果我可以引領到大家去捐血的話 我會覺得整件事是很開心的 其實 當然大家選擇是大家的 我不是真的 不能強迫大家 是不是 血腹小 真的 這個說法聽了很久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 多謝各位收看 到這裡 我們已經到達目的地了 其實 如果大家喜歡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說一下 人生 感情 穿衣服 125cc 268cc like段片 share 加subscribe 還有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 應該會有些新事發生 多謝各位收看 下一集再見 再見